南海出现!B52!美国刻意挑战中国底线! 特朗普! 以对华奖应著称的日裔海军上将哈里。哈里斯可能调任美国驻韩国大使,早前他已被提名担任澳大利亚大使。 现在美国甘愿冒主开罪澳大利亚的风险在关键时刻临时改任。 与此同时,美军海军四星上将菲利普戴维森将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,统领数万美军。 作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两个重要人物,他们将怎样诠释特朗普的亚太战略?央视防务新观察节目就此话题约请军事问题专家杜文龙,和国际问题专家腾建群进行了解读。 彭建群认为,从外交来说,特朗普实际上在亚太地区有两个重点。 一个是跟中国过招,第二是在东北亚地区特别在朝核问题上发力,太平洋战区就是对驻中国来的。 他要对中国加以所谓的管控,这是太平洋总部的一个重要任务。 在朝鲜半岛上,现在出现缓和局势,美国要把握这个节奏,而哈里斯的到来承载了至少两方面的任务,第一就是要继续向朝鲜施加压力,另一个就是看紧韩国,勒紧绑在韩国身上的缰绳。 杜文龙认为,美国现在在亚太地区,把双强硬当成双保险,而且形成相互备份关系,显示出了美国在做两手准备。 第一,白宫官员公开申明如果谈判,前提条件第一是拆掉核武器,第二,废掉核设施,也就是说今后不能够在这个地区长出和描描。 美国要把军事能力当成后盾,这是美国在处理热点事件中最大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模式。 这个双组合,或者是强对强的组合方式在为第二种状况做准备。 美国长期以太平洋警察自居。 在亚太地区不仅维持庞大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,还派有驻军,建有军事基地,把守住亚太地区最重要的战略要道。 有评论称,不管是戴维森,还是哈里斯,美国让太平洋显得并不太平。 路透社报道,4月24日,美国空军两架B-52轰炸机以双机编队,在中国南海及日本冲绳附近执行远洋飞行训练。 4月10日,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在南海进行演练,20分钟内,20架F-18战斗机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起降,号称强力展示美军的精确与效率。 对此,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回应,有关情况均在中国军队的掌控之中,解放军将一如既往坚定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。 此外,韩国反萨团体和当地居民认为,随助朝鲜宣布停止河岛试验,当初打住朝鲜河岛威胁幌子部署的萨德里应立即撤除,美国极力推进的萨德入韩再次面临僵局。 面对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表现,军事问题专家杜文龙认为,从目前看,今后南海的自由航行包括南海周边的演练,以及协调空军在中国周边进行的各种军事威慑行动,有可能会进一步提高。 B52点进,不过是戴维森拿南海开刀。 B52点进来以后东沙岛折返,有人算了算,那个地方距广州250公里,如果按照发射AGM-86空射巡航飞弹基本阵位,它的距离是370公里。 平级向C型潭1500公里,向B型潭核弹的2500公里的射程,它可以对我们大中城市重要目标构成重要威胁。 但是这个飞行去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,对我国事实上也并没有太大影响,引用我国防部回应,均在中国军队的掌控之中。 根据目前这种状况不难推测,今后这种事情有可能越来越多,海上着势,空中着势和海空联合着势会让南海的温度上升,有可能我们会面临一个新的海闹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